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李光耀时代打下的基础来运作的 即使在后李光耀时代 这个基础将继续存在 因此李光耀的辞世 对新加坡社会影响不大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领导的政府 仍将延续过去强而有力的决策方式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辞世 新国政局未来变化引发国际关注 不少人预测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可能分裂 不过新加坡学者认为 李光耀过世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不至于太大 李先生的事实对新加坡的整个政局的影响 我想可能还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么大的 因为新加坡的整个的这个 你看它的制度等等 大约的都是遵照着当年的李先生 还有他的那一代人 大家所打下来的那个基础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 人民行动党长期掌控国会 不过在2011年大选只拿下六成选票 创下执政以来最低得票率 李光耀宣布辞去担任20年的内阁资政 连同先前的总理任期 结束他52年的政治生涯 也宣布后李光耀时代提前到来 所谓的这种后李光耀时代 其实我觉得还是会继续的延续下去 因为就是说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政府 对各种的比如说民生问题 会做出各种的强有力的决策 我想这样的一个新加坡政府 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 还是会持续下去 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 带领新加坡在30年内 发展成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李光耀虽然逝世 但早已交棒儿子李显龙 持续将新加坡推向全球金融重镇 在经济发展上大步迈进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道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辞世 23日到29日为全国哀悼旗 25日李光耀的灵鹫在警车带领下 从总理官邸移送到国会大厦 大批民众夹到手后 向李光耀致上敬意 李光耀的灵鹫盖上新加坡国旗 缓缓开进国会大厦 前来吊咽的民众排队进入 向李光耀的遗体鞠躬致敬 李光耀的灵鹫将一连四天停放在国会大厦 供民众瞻仰 李光耀病逝享受91岁 新加坡全国降半期一周表示哀悼 新加坡政府29号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举行李光耀的国葬典礼 多国领袖都会出席 李光耀的遗体也会在仪式后进行火化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新加坡报道 德国联航日尔曼之役 一架A320客机 24号坠毁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区 这架飞机共搭载142名乘客和6名机组员 已证实全数罹难 由于追击地点地势陡峭难以接近 搜救行动相当困难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指出 实时现场已找到一个黑盒子 将尽速调查实时原因 法国总统欧兰德发表电视谈话表示 这是个航空悲剧 向罹难者家属致哀 热尔曼之一母公司 德国汉沙航空表示 这架原本预定从西班牙巴塞隆纳 飞往德国的客机 实时原因暂时朝意外事故方向处理 美国白宫官员也认为 这次空难不像恐怖攻击 装设综合报道 风行全球超过半世纪的漫画角色 Snooby欢庆65岁生日 首度在台湾展开巡回特展 最后一站来到台北 带观众走进漫画里的经典场景 主办单位还特别搜集 台湾粉丝的收藏品 包括稀有的纪念币 娃娃公仔 还有70年代发行的音响 吸引大小朋友前来 感受Snooby的魅力 因为我们要来这边 所以特别穿了Snooby的衣服吗 那家里有很多Snooby的东西是不是 有什么 有Snooby的盘子 还有双单还有拼图还有被子 小时候下课在家每次就打开电视 就看Snooby跟查理布朗 查理布朗 因为他是最早出现的 而且他是主角 看着萤幕摆出俏皮pose 民众强悍Snooby 查理布朗等主角 一起拍照打棒球 这是特展中最受欢迎的互动游戏 拍摄完扫描VR code 还能将四连拍带回家留作纪念 我这边特别推荐我们的那个 互动的一个体验 就是我们棒球漫画的四连拍 那他是采用四格漫画的概念 那我们观众朋友来的时候呢 可以上去跟我们的Snooby 跟查理布朗一起做互动 台北厂除了介绍漫画中的八大主角 更特别从上海 请来Snooby的妹妹贝儿 以及她的四个兄弟现身展览 带观众一次认识Snooby家族 花生漫画从1950年开始连载 被翻译成21种语言 内容充满幽默的人生哲理 至今仍在75个国家刊载 可爱魅力历久不衰 中央社记者蔡玉婷 简玉琪台北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大家答为你泰国麦福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幸福国度布丹 被誉为人间最后一片净土 除了自然景观和浓厚的宗教色彩 吸引游客一探究竟之外 布丹还有另一个观光景点 同样独居特色 从民宅外墙上的绘画 到纪念品店贩售的商品 全让人看了脸红心跳 这里是布丹古都普纳卡郊区的洋聚村 会出现这样的奇景 是因为村民相信 放置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物品 在家门外可以避邪祈祈祖 布丹人崇拜的狂颠圣僧 据说离经汉道 又纵情声色 以他为名建盖的寺庙 后来成为著名的囚子圣地 每年吸引超过一百位国内外信徒 前来参拜 囚子一世乍听荒谬 但看看这些带着小孩 前来还愿的信徒 不论相信的人有多少 对游客来说都是不丹 绝无仅有的特色文化 中央社记者何鸿如普纳卡报导 泰国曼谷的湿地级公园 每到假日成为宠物爱好者的天堂 不过遛狗已经不稀奇 现在最夯的宠物是他 挺身站立四处张望 或是骚头抓痒 土拨鼠可爱模样 在曼谷掀起饲养热潮 四组发挥创意替宠物精心打扮 洋装 衬衫 礼服等各式服装 全量身定做 比萌也比造型 这群高人气宠物 每只售价约新台币六千元 全从美国进口 平时只需喂养甘草和饲料 两周洗一次澡 因为方便照料 加上爱撒娇的个性 成为曼谷民众养宠物的热门首选 除了土拨鼠之外 也有民众带着饲养的松鼠和雕 在草地上奔跑 让他们更接近大自然 四族也会借此机会 和其他宠物主人分享饲养心得 中央社记者刘德昌 曼谷报道 缅甸近年来实施改革开放 军人势力似乎受到压制 但最近两起流血冲突 显示军方力量依然强势 首先缅甸军警 强烈阻止学生到仰光示威 结果发生大规模流血场面 另外在位于中缅边境的 国赶自治区 地方武装势力和缅甸国防军 发生激战 缅甸军机甚至在中国境内 投弹造成死伤 在这个敏感时机 缅甸军方仍在军人节举行阅兵 外界推断 缅甸军方依然强大 对于缅甸今后开放走向 也产生质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